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莫里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盘 TOOFACE的20周年眼影盘的一个试色评测 跟两个妆容的分享 哇我没有想到TOOFACE有20年的一个历史了 因为我大概是在10年以后才知道这个品牌的 那这盘呢是叫Zen & Now 那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我们打开了就知道了 打开前先给你们看一下外包装吧 那这个就是这个盒子的正面 闪瞎眼 这个是它的一个背面 那在这盘的盒子里呢还会有一个小册子 里面会教到了几种它眼影的画法 这些画法配色都很美 这盘真的巨大有没有 它是我最大的一盘眼影盘 那它这个表面呢你摸上去是这种磨砂的这种闪粉 但是不用担心这个闪粉是不会掉下来的 它们黏的还蛮结实的 正面呢跟它盒子上一样是有这种烫金的TOOFACE的这个logo 背面是这样子的也没有什么东西 打开它既然还有一个镜子 那这就是里边这个眼影盘的样子了 那第一排呢是1998年的10个眼影 那其实是有11个颜色了 因为最后一个它是有两色的 那下面一排呢是2018年的10个眼影 那你也可以看到98年跟18年 它每个数列的两个颜色都是比较接近的 但第一排这些颜色呢会以珠光色为主 然后第二排18年的就是现在很流行的 大亮片呢或者哑光色为主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手臂试色吧 那看完手臂试色这盘真的很鲜艳有没有 那对比而言的话明显会是18年它这种显色程度会更高 其实也是因为这种质地了 因为像是这种大亮片的你涂上去 肯定是会比珠光的那种要更加显色 要更加夸张的 那这排呢除了一些比如说像什么棕色啊金色啊 这种会比较普通的颜色以外呢 那它很显眼的就是这种绿色 然后粉红色 然后还有紫色蓝色这些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妆容呢 一个是我眼睛上我很喜欢的这个粉色的妆 那还有一个也是我很喜欢的绿色眼影妆容 那我们就先来看我眼睛上这个粉色的妆是如何完成的吧 先用这个哑光的浅棕色打一下眼窝 这个眼影盘真的大到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拿了 再打一下下眼影 再用这个淡紫色的哑光色再加深一下眼窝 用在刚刚那个棕色范围以内 接下来呢再用这个too face的glitter glue 涂在双眼皮线以内这一块 现在呢把这个很厉害的粉色亮片 铺满整个双眼皮内 那尽量再用一些眼影 把这个亮片往双眼皮线以上再带一些 现在再沾取这个哑光的酒红棕色 然后压一下眼尾 约染一下边缘 约染一下边缘 我举着这个眼影盘真的好累啊 下眼影先用这个紫色的珠光画满 再用这个酒红棕色的珠光色压一下下眼尾的厚三分之一处 那最后呢用这个珠光千蓝色提亮一下眼头 好了那我现在眼影部分完成了 我先去把妆补完 那我很喜欢这个粉色的妆容 我觉得这个粉色大亮片真的非常的漂亮 那这个天蓝色我用来提亮眼头 这个颜色我也很喜欢 冬体真的非常显色非常美好 那接下来就是绿色眼影的妆 也是先用这个淡的哑光肚色打一下底 我现在要自己拿个小镜子 因为我实在是举不动这盘眼影了 然后用这个珠咖啡的珠光色强调一下眼尾 那再用glitter glue把双眼皮内涂满 那再沾取这个绿色亮片铺在双眼皮内 再继续往双眼皮线以上映染 那再沾取这个金色的大亮片 从眼头往眼睛中间这块云染 那再用这个有点像深默绿一样的颜色压一下眼尾 再沾取这个哑光咖啡色晕染一下上眼皮 然后用这个紫珠光色画满下眼影 再沾取这个浅紫色的哑光色晕染一下 最后用一些这个金色的珠光色起亮一下眼头 那现在眼影部分就完成了 我去把妆补完 那这就是这个绿色眼影的一个全妆的效果 那其实如果不配我这个水泥灰色的口红 就配一般的裸色或者土橘色的话 也没有这么的夸张 但是我是个沙马特 所以我配了这种水泥灰色的口红 那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绿色配金色的妆效的 而且它们真的都非常的显色 好了那两个妆容都完成了 我们先来总结一下吧 那我一开始忘记说它的价格 它是睡前69刀 然后一共是20个眼影 22个颜色 那它有10个眼影是每个都是1克 那应该是第一排的 那另外10个眼影呢 是每个1.25克 那就它的一个克数跟价格来讲 还都是蛮合理的 那再说这个包装吧 这个包装我真的不太喜欢 那可能它有一定的纪念价值吧 但是它真的是太长了 那虽然它有镜子吧 但这个镜子是立不起来的 你看它这个连接处是软的 所以我化妆的时候是得单手 然后这样拖着这个眼影盘 又很重 手真的非常痛 它这个完全就是纸板的盒子 也没有什么质感 很像个玩具 那说到它的配色其实还挺好的 而且它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个颜色 那它这些配色呢 也都融合了这个20周年的一个concept 那你看像是18年这盘颜色里面 它有很多这种亮片色嘛 那如果你要用这些亮片色作为主色 打在上眼皮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这些颜色很相近的珠光色 再画在下眼影 那它就不会像别的那种全彩色亮片的眼影盘 你还需要找别的眼影来做搭配 那这盘就是都帮你搭配好了的 所以它这个配色真的非常的方便 那以它的一个质地来说的话 这盘呢这几个哑光色的一个质地都非常好 然后都非常好晕染 它珠光色的质地呢就也还可以 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 它的亮片色呢是非常显色的 但你必须要用glitter glue 或者把刷子喷湿 或者用手来上 那你干刷子是不会上色的 那其实这也跟很多别的牌子的眼影一样啦 那这盘里面我觉得质地最差的是这两个拼接色 它的质地都很干 会有点不太好晕染 那这盘眼影盘我觉得总体来说是打情怀牌的 那它的一个质地也是中上 那如果你喜欢这些颜色的话 其实它的价格也不贵 那说过来玩玩也没有问题的 那我自己也不是too face的粉丝 我觉得这盘给我的总体感觉就是内心也没有什么波澜 它也没有很好 但是也不差 那我画这盘的时候 我就一直会想到我的第一件彩妆品 我买的第一个眼影是一个单色眼影 是我还在初中的时候 那个牌子我已经不记得了 不知道还存不存在 反正早就在我们那边的商场已经撤柜了 那是个绿色单色眼影 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化妆刷 然后我也不知道需要用化妆刷来画 我还记得我很长时间看那个眼影都会觉得很困惑 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把它涂在眼皮上 我在家就尝试用棉签把它涂在眼皮上 然后用了好几次都不怎么上色 后来就把它扔掉了 那我人生中的第一盘眼影盘呢 是上大一的时候买的一个蓝色的Kate 那个年代好像就觉得眼影应该是蓝色的 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可怕 那我的第一个唇部产品呢 我印象还很深是美宝莲的水晶璀璨唇釉 我到现在回想到那个系列 我都觉得很漂亮就比它后来出的那些唇釉都好看 就里面有很多那种暴闪的闪粉 而且我记得我买的颜色还是那种就是偏橘棕色的 其实我小时候很多这种品味跟我现在都很像 那不知道你们的第一个彩妆品都是什么呢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这期True Face的D&N Now 眼影盘的一个试色评测跟两个妆的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 不要忘记点赞跟subscribe 我们下次见 拜拜